被上百隻眼睛盯著看 司機有點害羞 這些全銷送到土耳其的物資 車門鎖緊這瞬間 全場歡呼得快點趕往機場 三台小貨車離開 大車也來幫忙載貨了 車身跟地板的高低落差卡住 全場召集得很 司機排除萬難 也要擠進來 宋愛 刻不容緩 跟我說來這邊在救災的東西而已 在蠻多的 後面都空的 你一向上來才不會輸到口康 司機志工幫忙傳送 在臺土耳其人跳上車 負責堆疊 收到的贈災物 實在太多 這幾輛貨車收到球員訊號 一小時內開著空車 無常飛奔而來幫忙送往機場 東西都在這邊 一人無縫開箱 集資現場看到堆成山的愛心物資 不僅滿滿的感謝 土耳其代表也直呼感動 不只臺北 花蓮市公所 響應捐助物資搶用最短時間 讓當地災民可以度過寒冬 立委蘇巧惠也多方洽巡 提供上千件東一毛毯 衛福部土耳其 災災專案 截至十號下午五點 累計四萬多筆捐款兩億七千多萬 到現在那個車都物資送來都不斷 沒有斷 連排隊的話 這個都沒有怨言 成千上萬物資超乎預期 官方也宣布募集活動 提前結束 抓緊時間運送 要快點讓災民感受臺灣人滿滿的愛 三星文 李文山兩保 台北報導